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台湾万事打金流股份有限公司 有的同学是申请台湾万事打金流 因为目前之前有讲过蓝星金流跟那个绿介 或者是其他金流公司 他们现在在申请线上课程这类预付型商品 他们定义为预付型商品 那难度比较高 所以有些他们会拒收拒绝你申请 那没关系目前市面上还有一家台湾万事打金流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是同意申请线上课程的商品来这个刷卡 提供客户刷卡的服务让你收款比较方便 只是说它有跟绿介的那个企业版一样 有那个合约每年的年约必须要付费 每年必须付5000块 那线上课程呢必须要一次先预付三年 第一次需要预付三年 所以等于是5000乘以3 15000块 再加上他们第一次申请必须有一个10900块的设定费 那10900再加15000块等于25900块 所以等于说线上课程的这种产品呢 第一次付费要25900块三年 第四年之后每年就是5000块 第四年开始每年5000块 他们的收费方式 OK 好那你如果蓝星金流跟绿介金流跟其他金流都申请审核不通过 那就是用那个台湾万事达金流 那你可以告诉我 我帮你引荐他们的业务 那请他们业务跟你联系 那他们会帮你去跑流程 你只要提供你的那个公司资料给他们 或者是个人也可以 他们的特色就是你即使是个人也可以 其他金流公司大部分都是偏向公司才可以 那台湾万事达他们就算是个人 费用一样个人也可以 所以你只要提供给他 他跟你要的一些个人资料 或者是公司的话就是公司资料 那他们就会去帮你跑流程 帮你跑银行办理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它串接到你自己的Wordpress的网站 首先你到那个台湾万事达金流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www.go-my-pad asia 这个网址 然后他们最底下 网页的拉到最下面这边 有一个技术支援 这里有一个串接文件 把它点进去 串接文件这边 然后你找到这个Wordcommerce购物车模组 他有金流物流跟发票 那我们目前讲的就是金流 如果你要申请他们的物流或发票的话 也可以就直接请他们业务帮你去办理就对了 那物流跟发票 我目前是没有申请这个台湾万事达的 那所以他目前金额我不太清楚 你可以再问他一下 目前我是有客户是使用 绿界的物流 绿界的物流跟那个绿界的发票 因为绿界他们的发票也是蛮方便的 就是给他一万多块 然后他们去帮你跑流程 跑国税局这些 但是他们会先跟你要那些证明 你的公司资料等等 那物流因为绿界也是 他们有跟那个一些7-11 那个全家他们签约 所以你可以用他们物流 那金流跟物流可以不需要同一家 但是物流如果有牵扯到说 或到付款或到财收款 代收款的话 那你就要用同一家 所以如果你是申请这个的金流 你又需要用到代收货款的物流 那你就要用同一家一起申请 绿界就是同时用绿界金流 绿界物流 那万事达就是万事达金流 万事达物流等等 这个发票指的就是电子发票 你希望购物车完成购物之后 自动开出发票的话 那你就要 要使用 要跟他们申请发票的功能 那这个也是会有每个月每个月的费用 再问清楚 好那我们就下载这个WooCommerce的外挂 这个外挂 然后点这个外挂 下载回来 好那你下载回来之后 如果是Windows 你看他自动帮你 点进去这个zip的压缩档 你不要直接把它复制出去 你就点击这个下载这个质量夹 你会看到这个zip的这个档案 购买Pay for WooCommerce Go12模组 1.0.11版 这个你当下再去下载 因为我在录影片的这个过程 搞不好你看到的时候已经 几个月后或是一年两年后 那可能版本会比我的还新 那不管 反正你就是下载这个模组 然后呢就到你的Wordpress后台去安装 我先给你看一下 还没安装之前 我先给你看一下 我自己安装完之后的结帐画面 结帐的时候呢 他就是右边会跑出这个购买Pay 然后信用卡一次付清 并没有分歧 一次付清没有分歧 然后信用卡 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客户如果他们自己有 像我这个有保留住信用卡的 他直接按一下 他不用再去找信用卡出来 重新填一些卡号 然后你看他就带进去了 就可以勾学然后去按下单购买 那他有一个好处 我刚刚还没有讲完 最大好处就是他不会跳转网页 这个通常只有在TablePay 或者是国外的Stripe 可以做到这个功能 那很开心这个购买Pay 他们有做到这个直接刷卡 不需要跳转到他们公司的网站 再跳转回来的这个功能 我之前测试过就是 直接在这边刷卡完毕 他就直接跳到WooCommerce 就是你自己的网站的下一页 就是感谢页面 感谢你购买 不会跳出去 通常蓝星会先跳到蓝星 然后输入卡号 然后再跳回你自己的网站 那有的人就会在那一关可能就放弃 就弃单了 那这个好处是他直接在你的这个结账页面 直接刷卡完毕 直接填写卡号 没有跳出去 就直接在你自己的网页填写卡号 然后直接跳到你的下一页 OK 这个就是你安装完毕的画面是长这样子 那怎么安装呢 很简单 我们先到后台去 按入我们的后台 安装方式就直接到外挂的地方 然后按安装外挂 这个我没有预设帮各位安装 因为有些同学他们用的是蓝星 那绿介等等 那并没有申请这个台湾万事打 所以我预设不会去安装 那你们就依照这个教学 如果你有申请成功了 万事打大部分都会成功 因为他要缴年费 所以不见得要缴年费就一定会申请成功 是因为万事打比较特别 那绿介你就算缴年费 申请也常常不会成功 如果是线上课程的话 常常会被打回票 然后安装外挂这个地方 你就按上传外挂 然后按选择档案 然后就去选择你刚刚下载的这一个 购买Pay for WooCommerce 开启 按立即安装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已经安装完了 所以我的 已安装 你安装完之后 记得按这个启用 记得按启用 那我去看一下 因为我已经装过 所以我在已安装的外挂这边 就会有一个购买Pay 来找一下 这里 购买Pay for WooCommerce 有没有 购买Pay Invoice for WooCommerce 这个就是Invoice 就是发票 电子发票的外挂 然后这个是购买Pay Logistic for WooCommerce 这个是物流的外挂 所以你安装完毕之后 三个外挂都有 但是不见得你的发票 跟这个物流可以使用 必须要跟他们申请 那这个是金流 那你反正 反正你一定要三个都要申请过之后 你安装这个外挂 才能够正常的使用就对了 好 那你装完之后 那我们就按入加入购书车 好 查看购书车好了 查看购书车好 这个地方按前往结账的时候 好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 购买Pay的项目跑出来了 OK 对 有一个地方 刚刚忘记讲 有一个地方 你安装了那个外挂成功之后 记得到WooCommerce的设定 里面的付款 你安装完毕之后 记得到WooCommerce的设定付款 这个地方把它启用 就是这个按钮 台湾万事达金流信用卡 记得把它启用 这银链卡我们用不到 这是收大陆的 然后虚拟账号如果你有用到的话 我建议不要使用 这个要这个要 就是ATM ATM虚拟账号 然后这个超商代码跟超商条码 我就不建议你启用了 因为既然我们是要卖线上课程的话 就是要及时 给它虚拟账号ATM 我就觉得已经有点慢了 只是说有的人 他还是喜欢用ATM 他可能没有信用卡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留 那看你自己 如果你真的需要用超商代码跟条码 让他去超商付款的话 可是我基本上我是不太喜欢 所以我顶多就启用到虚拟账号 然后信用卡是我们最主要的功能 OK记得这边要启用 然后最后按储存设定 OK 这样子你安装外挂之后 外挂本身有启用 然后再到WooCommerce的设定里面的付款项目 把它按启用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你把它点进去管理 或者是点这个阻止进来 这里还有一些设定 就是你可以去修改这个标题的文字跟这个描述 你可以购买Pay 你可以不要放购买Pay 你可以直接写信用卡 线上信用卡付款等等 然后按储存设定就好了 那你在这边就会直接秀出 你刚刚修改的那一个文字 就不会显示购买Pay OK 就这样 那么简单 就是安装购买Pay的外挂 好我们就强解到这边